嗯 阿姨 你这个瓶子还要吗 去去去 上一边去 没看到我正忙着吗 到底从哪去了 阿姨 你在找什么呀 钱包丢了 正烦着呢 能不能别烦我啊 阿姨 这是你的钱包吗 放在你这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东西 不是 我刚刚在那里捡瓶子看到的 我信你个鬼 哎 怎么只有两百了 我这里面明明有五百块钱呢 不是我偷的 这钱包我都没打开过 嗯 算我倒霉 我认贼了 阿姨 您再仔细找找 真的不是我 滚开啊 怎么跟个狗皮糕要一样 这个青菜多少钱啊 一块钱一把 哎 零钱呢 嗯 哎 这三把怎么在这 我刚刚 哎 一百找得开吗 我找不开 这菜我们卖给你了 你这人 阿姨 我真有零钱 我帮他付了 给你 哎 小丫头 刚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没事的 阿姨 东北仪说过 赠人玫瑰 手流鱼香 爷爷 我帮你捡了这么多瓶子了 你今天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 今天又有这么多 谢谢你啊 燕子 不客气的 东北仪本来说要来一起帮忙的 和他参加巨量新途的活动去了 此时一瓶飞飞草尘爱的人 正在路上 咦 你去哪儿了 巨量新途双十一活动开启了 点击下方话题 巨量新途双十一住人会上即可参与活动 我刚刚参加活动去了 哦 咦 我和你说 刚刚燕子在外边偷别人的钱 偷三百块呢 啊 燕子不是那种人啊 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我的手链呢 奶奶 你什么店了 我帮你一起找 干呀 是不是你把老王头送我的手链给偷走了 哎 我亲眼都在学校 说哪儿偷你的手链啊 黄奶奶 不光是一条手链 我会做 我帮你做一条 你真会吹牛 你不是总想去游乐园玩吗 你要是做成手链 我带你去游乐园 好 您等着吧 道路在身方 你大胆的做 你不是一直想学音乐吗 你做好的话 以奖励你学几节钢琴课 好 好 这一座好啊 哇 哎呦 黄奶奶你看 哇 这穿手链亮晶晶五颜六色的 比老王头送给我的手链好看多了 你能喜欢他 我真是太开心了 那我就兑现承诺 带你去游乐园吧 奶奶 你怎么能到这个车上去呢 不就是一个手链吗 我也对你做的呀 哄哄哄哄的 多喜情啊 原来我大胆子这么有心 走 奶奶带你去游乐园玩 大鸭 你先在家看店吧 看我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人家大鸭坐了那么久 走 大鸭 一对线承诺带你去学钢琴 第一 谢谢你 其实不用特意去学 等一下我奶奶 那些不是我的娃娃吗 什么你的娃娃 这是我家的东西 再多说 我把你一起卖了 快去干活 我回来之前 看到地上有鸡力灰尘 你今天就憋着吃饭了 走奶奶 我们一起把它去卖了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没想到 这娃娃能值这么多钱 来 大孙子 拿去挥护 谢谢奶奶 王奶奶 学校交伙食费了 全班都交了 就我还没交 你能把这个钱 给我交伙食费吗 交什么交 你看你群子肥头大 我告诉你 这里一封钱 你都别想要 王奶奶 别说我奶奶 这是我奶奶 又不是你奶奶 我劝你走点 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走人吧 爸妈 我在这里生活不下去了 好 你们下周就来接我 王奶奶 你这是去哪 老太太年纪大了 以后就住我们养老院了 什么王奶奶 你之前怎么没有跟我提过 你终于要走了 这是之前卖娃娃的钱 有不少呢 你带着这么多娃娃也不方便 回去再买新的吧 这里边还有你学校的伙食费呢 奶奶其实都给你留着呢 原来你之前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 平时 不是最讨厌我了吗 快走吧 快走吧 你爸爸还在等你呢 没有 走吧孩子 你下次见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黄奶奶 黄奶奶 从不曾遇见 我的爱 像天使守护你 大家怎么会毋庸孤立岛呢 孩子情况并不好 平时也比较严重 奶奶 今天我们去外边吃火锅烧烤 不在那 走 大孙子 可是我也想吃 谁管你啊 就是 现在登彼此上脸呢 还想吃火锅烧烤 别作弄了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最好家里还有不少饭菜 大孙子乖 咱们吃去年的馒头 就够了啊 大鸭生病了 咱们就把好吃的 留给他吧 呦 大鸭 你还在外边又在又在呢 你倒霉了知道吗 我老师说你成绩退步了 让你回去抄课文 到什么时候退步了呀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好吧 我知道了 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呢 你说你文具和这些钱吗 我还得谢谢你呢 我都买好吃的了 现在我天天临时不断 谢不吧 毛骨头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都已经这么胖了 你还吃 你迟早吃上一套猪 春美 你都听到了吧 赶紧把他送走吧 那些人稍微要点脸 就别留在我们小外部了 你们 你们 医生 我最近吃了好的东西 胖了好多 我身体倍吧 你撑我的血给大鸭吧 孩子 你太天真了 春美 我就说让你把大鸭 送到他爸妈身边吧 毕竟是城里 医疗条件 比我们村子里心情多了呀 毛骨头 黄奶奶 大鸭 奶奶只是希望你好好的呀 大鸭 我虽然讨厌你 但我也不想你出事呀 你快点变健康吧 好 我一定会很快熬起来的 嗯 毛骨头 你看那是什么 哎 这是这乌龟 哇塞 那我们把他拿回家 对着吃了吧 我妈妈说 乌龟能活到一万岁 吃了就长生不老了 你这乌龄特别爱心 黄老师说我们要爱护小动物 我们还是老大放生吧 下次再乌 这次再把它放入到我家库里吧 啊 你给我老去放生 哎 你们别吵了 这好像是巴西龟有毒的不能碰 哈哈哈哈 霸动霸气的 我就碰什么了 我一个大男子 还会把一只小小的红龟 哭啊 这样真的很危险 这样真的很危 哎呀 真的好痒啊 我也感觉我呼吸不让来了 我完了 胖虎和蘑菇都碰了巴西龟 现在呼吸困难 什么 我不在 他们就变着发的着屎 哎哎 你们住手 这是巴西龟属于外来入侵牧种 谁让你们碰的 啊 你这都神智不清了 千万不能放生 巴西龟会吃掉水里的同类 饥不择食 而且巴西龟身上携带了很多病毒和细菌 尤其是沙门氏菌 一旦接触了是非常容易感染的 这么严重 那我们怎么办呀 哎呀 蘑菇头走 我送你去医院 哎呀 那我把它拿回家煮着吃可以吗